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孤儿进程 课程目标 明白什么是孤儿进程 孤儿进程是如何产生 以及孤儿进程有何用处 其实我们孤儿进程的 有一个唯一的用处就是什么呢 它能避免产生僵尸进程 课程作业是自己编写代码案例 来熟悉孤儿进程如何避免僵尸进程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孤儿进程的概念 当副进程在子进程之前结束运行 这时该子进程称为孤儿进程 由unit守护进程零样 unit进程被设计成 永远电用weight函数 也就是说unit进程的子进程 不会成为僵尸进程 首先这里边的话 我们来理解一些个概念 就是什么是孤儿进程呢 就是副进程已经死了 而子进程还没有死 这时候子进程已经没有副进程了 他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孤儿了 咱们知道这时候的话 这个副进程已经死了 子进程还没有死 那这个孤儿将会怎么被处理呢 咱们现实当中的话 其实一个孤儿如果他是没有了父母的话 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直接就被其他人给收养了 同样在两枚系统当中 这个子进程也就是孤儿进程 同样会被一个unit的守护进程 来收养或者说是领养 而这个unit的进程呢 被系统被我们的unit超速系统设计成的 它永远都会掉用weight函数 也就是说 所有unit的进程的子进程 它不会变为僵属进程 为什么呢 因为 咱们的unit的进程 它是会掉用weight函数的 那么想想 如果子进程一旦退出的话 就是说孤儿进程 一旦被unit的进程收养的孤儿进程 如果它退出的话 那么unit的进程 它会掉用weight函数 这时候是不是系统就直接会搜 搜回它所占用的所有的资源 包括它的进程rd等等信息 好 我们来结合代码 来看一下咱们的孤儿进程的相关概念 首先是我们的函数入口 就是面方法开始执行fulk一个纸进程 当然小于0就等于创建子进程失败 如果等于0的话 说明当前进程就是一个子进程 好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块代码 这一片代码是不是由子进程来运行的 咱们一看子进程做了些什么 子进程呢 它紧接着又fulk了一个进程 大家想一想 这时候对于副进程来说 这一个fulk的子进程 算不算它的saint bir的 好 如果等于0的话 这个子进程的子进程 打印一些信息 然后sleep5秒 然后再打印一个down信息 然后直接退出了 而这个他的就是说 这个子进程呢 刚才两位说的是子进程的子进程 而子进程呢 就是负进程的儿子呢 他就直接exrt 用这个退出函数退出了 负进程呢 负进程首先是他打印一个信息 然后就用了wait函数 把他的子进程给回收了 但是呢 可以想象一下 他并没有回收他的孙子进程 他的孙子进程呢 因为在 在他sleep15秒的时候 他的附进程就是就是什么呢 就是子进程的子进程的附进程 也就是啊 孙子的 孙子的爸爸就是 爷爷的儿子 是吧 直接就退出了 那这时候的话 大家想一想啊 咱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代码 就是说什么呢 当产生了子进程的子进程的时候 然后呢 子进程直接退出 那么子进程的子进程 是不是直接就被 引进的这个进程给收养了 紧接着呢 子进程退出 是不是就被负进程 对于位的函数 给回收了 那这样的话 这种设计方案的话 你想想 是不是可以产生 可以避免产生僵尸进程 就是说 我们 有一种方案 来避免产生僵尸进程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的 做一些 我们做一些个工作的事情 这个让你创建一个进程 让这个进程去创 去做一些事情 不是让子进程去做 而是让他的 孙子进程去做 孙子辈的进程去做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 do something you want 就是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子进程呢 紧接着 创建完孙子辈的进程之后 紧接着就 以SRT函数退出 退出之后呢 然后呢 这个孙子辈的进程 直接又被引进的进程给收养 咱们知道引进的进程呢 它是电源位的函数的 它的子进程的话 它是永远不会变成僵尸进程的 所以就能有效的避免产生 咱们的 僵尸进程 就是说 创建一个子进程 紧接着呢 让子进程再创建一个 孙子辈的进程 让孙子辈的进程去做事情 然后子进程呢 就直接退出来 就直接就死掉 然后呢 让副进程回收子进程 而孙子辈的进程呢 交由什么呢 交由引进的进程来收养 引进的进程的话 是系统进程 系统进程的话 它是永远不会产生僵尸进程的 所以说用这种设计方案的话 我们可以有效的避免产生僵尸进程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调整一下 CtrlA CtrlC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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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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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可执行文件已经产生 然后执行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输出我们想要的信息了 好 这是关于孤儿进程的相关的概念 大家可以来回顾一下 咱们的僵尸进程和孤儿进程 它们有什么区别 以及各自有什么危害 其实大家想一想 孤儿进程是没有任何危害的 因为孤儿进程系统会默认的收缘它 它不但没有危害 而且它还给我们带了一个 非常有利的一种解决 避免产生僵尸进程的这么一种方案 所以说孤儿进程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它呢 就是说不会对我们的系统造成任何的 致命的一个打击 但是呢 僵尸进程它会导致我们的 就是最后的进程的进程号 资源会枯竭 如果不有效的控制住 或不是有效的就是回收僵尸进程的话 那么我们的最后的系统呢 很可能就再也不能再创建任何的子进程 因为在我们系统当中呢 进程RT号是有限的 所以说这是僵尸进程 最大的一个危害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